我們現在把這個灘頭 拿起來,只要把它蓋上去 像這樣蓋上去,因為我們的麵 已經灌滿水的以後 蓋上去 它就已經做了氣密,然後把空氣壓掉 這樣就可以了 電池的部分 就是,我們電源線接上去了以後 電源線接上去了以後 然後把其他的線收到裡面,這個蓋子 把它點蓋子 這樣就完成 組裝起來的樣子就像這樣 然後把這個 魚探機的這個電源線,還有那個訊號線 拉出來 再把它傳遞 直接蓋起來 這樣我們也不用去鑽洞 只要把這個繩子,從這個蓋子 拉出來就可以了 不用去破二道轉體 來,再看一次 要拆裝的方式一樣 這個 再把鋰灘機的這個 這個 把起來 就是這樣 整組就可以換掉了 電池也是可以拿起來的 整個結構都是這樣 再看一次 這個是 這個盒子的部分 這個是探頭還有蓋子 是組在一起的 這個是電源線和蓋子 組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硅殼品 蓋子這些防水盒子是硅殼品 所以我們就可以換到 另外一台船上面 使用 而不需要每一台船都裝一個 雨淡機 大概就是這樣 很貼心 對 很貼心